所以他在這次的主題其實很特別 他治荒誕人生然後分成兩個不同的主題 邀請兩個新生代的編舞家 那其實是反映我們現在年輕這一代 對於生活裡面碰到的一些狀況、狀態 然後透過舞蹈的方式來跟大家討論 來跟大家呈現這樣子的一個意象 那所以非常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在五月十六號、十七號 大家可以到我們的台南市文化中心原生劇場 來現場我們稻草的一道劇團 這次的一個精彩的演出 謝謝 我們團的一個資深的舞團員 然後一個創作的一個管道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這些參與我們的團員們 他們不僅僅是有很強的一個表演能力之外 他們其實也有一個很強的一個 很具有才華的一個創作能力 所以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品牌 讓他們去做創作 那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就發覺了兩位的一個 還滿不錯的一個創作色彩鮮明 然後還頗有想法的兩位編舞者 在那個時候就出現了 那一位呢就是我們的一個佐安傑 然後另外一位就是舒玉婷 那很有趣的呢他們兩個其實是南瓜 就是所謂的28到38的 所謂的親手女的世代 年輕世代的這樣子的一個編舞者 然後就有給我跟文景這樣子的一個 已經是熟女很久的一個世代的一個編舞者的想像 那他們也的確就是在這之後呢 2010年2011年 比如說像獨白公寓啊 或者是獨白監獄 齊樂圍這樣的一個作品 他們都提出了還滿不錯的一個成績帶出來 然後也獲得很多觀眾 以及其他就是一位人士的一個不錯的評價 然後那因為這樣子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獨白系列呢 最早還是是由藝術總監文景的 一面提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就提一個 老師就開了一個題目 然後他們就從這個題目當中呢 去發掘他們自己想要做的作品去做創作 但是今年呢其實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其實我們完全把這個創作 整個製作的報紙交給他們兩位 所以其實從至荒難人生 這樣的一個製作的題目呢 都不是我們來給他們命題的 而是他們自己 就他們自己所關注的一個社會議題 對於人性的這樣的一個思考 然後他們自己周邊的一個朋友之間的一個 他們所觀察到的一些事情呢 他們所共同討論出來的主題 然後再去延伸他們的作品 那這個作品呢 前幾天我們其實看到他們的一個中產台 還滿有趣的 其實有當就是舞蹈的呈現之外呢 他們甚至呢還邀請了獨立樂團加入 所以現場其實是有live的演奏 然後呢 還有就是 戲劇的一個演員的演出 那來去回應 就是Russer 你知道Russer是一個網路語言 所以其實呢更加接近呢 所謂我們的這樣子一個 網路世代的一個青年這樣子的主曲 所以其實這兩個舞作呢 雖然只有兩個舞作 他們其實呢 做了很多東西 然後所呈現的議題啊 所呈現的畫面都其實是豐富的 謝謝 也非常具有 大家一個挑戰的一個想像跟思考 那我想我就多說 我們先來看第一段的舞作 是由卓涵傑所帶來的Russer的作品 然後之後呢 兩位編護者會出來 為大家做他們的一個作品的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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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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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h Då cl systemic 咪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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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三 位 位 哈 嘿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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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 sweeter 卡錄 好 這是